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素恒 来邀请我们这一节要讨论的来宾 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振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国际政治专家赖岳千赖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 大家好 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振东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要先来看到 是这个共机又传出在呛台湾 那么这个呛的言辞蛮激烈的 另外是土豆竟然变成认知战吗 我们先来看到 这所谓的认知战 竟然被指示在生物课本当中 康轩他们有一个说 土豆等于马铃薯 结果就被骂爆了 现在就连教育部长都非常生气 我们先看到里面内容是说 土豆丝很好吃 土豆是哪一种呢 可是解答当中就写说 马铃薯花生都是土豆 那两种是不同的物种 所以现在就被骂爆啊 就说这个这样子 是不是被认知战了呢 那今天教育部长 有最新的回应先来听 请问部长土豆是指什么 我们的土豆是指什么你知道吗 好再一分钟就好 我们的土豆啊 是指什么 那个是像我自己台语的土豆 就是花生 在康轩国一下册生物课本 他们竟然把马铃薯叫做土豆了 会嘛 那个我们审查不可能通过这个 好 那我是要请 台湾的教科书怎么可能用中国用词呢 如果是我们经过教育部 国教育院审定的教科书 一定是用我们国家常用的 惯用的这些用词 这个部分如果出版社有把它误写 也会把它做纠正 好 这个就让康轩是赶快的道歉 但是不是也是因为担心被出征 结果他们这个里头的声名别有玄机 因为他说这不是他们发明的 他说这是参考教育部从编的 国语词典修订本 换句话说 你看到在这个教育部自己公卧里面 就说土豆是花生的别名 是马铃薯的别名 那现在就会来举责这个出版商 这样对吗 而且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你看当时前行舰员长苏贞昌 po影片要说他的政绩的时候 他就用这个男人太狠了 这当然就是这个抖音梗 那为什么行政院可以用 这样的用词拍影片 那康轩对于解释个土豆 竟然引起这么大的轩然大波呢 那当然现在说两岸之间 这个关系仇恨是不是越来越深 更加紧张了 我们看到贡机就呛 就说现在直接呛台湾的国防单位说 当美国人的狗好吗 还说你说的汉字都在笑你 从这件事情来看 是不是其实也越来越走向 更极端的冲突呢 不要以为真的都不可能 因为我们看到北韩的这个案例 北韩的军舰是追中国的渔船 闯越南北界线 结果南台就直接开炮驱离 所以现在当然大家很担心说 两岸的紧张情势会不会越演越烈呢 那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对于出售台湾的军武 真的很着急 因为麦考尔他之前访台 他就说拜登如果没有能够向台湾交付 已经承诺的武器的话呢 这件事很严重哦 因为已经在诱使中国大陆入侵台湾了 那现在最新呢 是说买到了 我们向美国采购的400枚 暗制鱼叉飞弹呢 传出说已经是备妥合约了 那将会采购这400枚的这个鱼叉反舰飞弹 那其实这个军售案呢 美国国会在2020年的时候呢 当时就已经批准了 另外是美国五甲道校呢 也说旗号曾经宣布和波音公司 签署17亿美元的合约 但当时没有提及到说 台湾是买方 那鱼叉飞弹的采购合约 是麦考尔等议员呢 所称的加速对台的军售 其中一部分而已 也就是说呢 未来还会有更多 那我们就看到啊 说美舰啊 遇到陆舰啊 到底谁强呢 结果呢 就说美国的尼米兹号 对上山东舰 就传出说呢 竟然就直接落跑了 就跑掉了 所以前六位郭正亮很担心 他说听到这个消息啊 他睡不着觉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明明是尼米兹的地盘 可是呢 山东舰上来 尼米兹竟然就跑掉了 难道说如果真的出事的话 他会跑掉吗 那最新的事也说 美军的飞弹驱逐舰呢 也通过了台海 米第24号呢 在16号的时候 他是执行自由航行任务 那也通过了台湾海峡 包含军事们外长 也非常关切台海的问题 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呢 汪文斌就说 这个台湾归还中国 就是维护国际的秩序 说口头上说坚持一中政策 把反对台独分裂 说成是改变台海现状 这是在破坏 而不是在维护台海 那你看中国大陆 确实最近这个动作频频 包含着侦察舰绕行日本列岛啊 另外呢大陆也发航行警告 说黄海呢在18号会有 重大的这个军事活动 而在G7的会议期间呢 我们看到山东号啊 是至少进行了 330次的这个舰载机起降的训练 这已经是破了去年辽宁号 他那时候是300次的这个记录了 我们先请教郑元哥 怎么看说呢 现在所谓的怨之战 连一本课本里面这个用词 也变成是认知战的一环 由于网路讯息的发达 台海两岸都有很多的状况 让双方面不断的提高敌意 特别是在民间部分 所以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敌意 在网路上都看得到 一天比一天升高 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仇恨值 也一天比一天升高 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政治人物 在操弄所引起的屈多 包括前一段时间说 大陆的高铁没有靠背 以前吃不起茶叶蛋等等 都是在制造仇恨 一样的今天在立表院上演的 也是在制造仇恨 明明康轩的课本里面 是在教你一件事情 就是说土豆在台湾叫花生 在大陆叫马铃薯 至于你爱叫花生或叫马铃薯 其实无关紧要 为什么 土豆也不是台湾本土的 花生也不是台湾本土的 然后马铃薯也不是台湾本土的 然后连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语言 也不是台湾本土的 如果我们在台湾本土 我们每个同意要改变 讲阿美主义才是所谓台湾本土的 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 故意去操弄 说叫教育部长 这教育部长也是个神经病的教育部长 他竟然下令说 我这样应该不可能经过审查 所以土豆不能叫马铃薯 土豆叫什么东西 马铃薯叫什么东西 教育部长可以规定吗 这一定是约定俗成的 所以一个东西有很多的名字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要这个课本已经告诉你说 这个有不同称呼 连这样都不行吗 这是很搞笑 这个当然 绿营的苏贞昌当然可以 他可以说这个男人太狠了 这种语言 还是用抖音梗可以 抖音梗可以 别人就不行 反正绿营用的就是可以 其他人就不行 我们只能说 你们在升高两岸之间的紧张形势 这是你们的功劳 至于共击 呛说台湾在当美国人的狗 事实上最近大陆上 网民的确是这样想的 觉得台湾什么事情 都在帮美国人 在打压中国崛起 如果股票形成一种民意的话 就会变成卧榻之旁 启容他的酣碎 台湾整个拿出武力来对抗 如果对抗输了 那就会进入乌克兰悲惨的境遇 我们来看看 美国说鱼叉这个飞弹 鱼叉飞弹是一种反舰飞弹 就攻击船艇用的 它有空中发射的 有舰艇上发射的 有陆上发射的 我们买了400枚 是所谓的暗制 那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暗制是固定还是可移动 我要讲这些不可修话 你买4000枚都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你在西部沿台上 所有可以发射 暗制鱼叉飞弹的地方 可能在第一个时间 你的暗机的基地就会被毁灭 这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所以要解决两岸的问题 什么武器都没有用 如果要不断地 散动两方的敌意 真的是没有用 还是从政治上去好好处理 比较实际一点 这些共军飞行员 事实上它是一个 大陆网民的反应 因为我们台湾的飞行员 就可以带背章 表示我们台湾黑熊 可以去打小熊维尼 他们当然也会有相当的反应 大家不断地升高敌意 至于所谓的尼敏之号 看到山东舰落跑 我们的正亮胸是比较悲观一点 我没有那么悲观 我是觉得 当山东舰是还没有进入作战的状态 他第一次到了西太平洋来演习 他演习当然在训练什么 第一个当然是围岛 第二个是索岛 第三个公岛 不管是哪一个阶段的话 他在那边演习 就是在公海上演习 你说这个尼敏之号 是不是可以像以前一样 以前因为没有航空母舰演习 大陆上没有 大概驱逐舰之类的演习 你所谓尼敏之号比较靠近 是有可能 但是他要靠近解放军演习的区域 也要得到他们美国国防部的批准 不是尼敏之号自己可以决定的 现在美国国防部没有批准他可以靠近山东号 他当然怎么样 要奉命离开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急着要找这个中国大陆国防部长 这个李尚福通电话 这个时候当然不希望发生什么意外 或者表达对中国大陆的某种敌意 现在是政治上决定军事行动 不是军事行动 不敢去惹这个山东舰 虽然说你们知道比较老了 听说明年就要退役要解体了 但是基本上两方面战斗力 如果爆发的话 山东舰还在训练当中比较新 尼母舰比较老 但是战斗力比较有经验 路死谁手还不晓得 但是我们不乐见 有两三航空母舰 就在西亚岸爆发冲突 美国应该也不采取这个态度 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解释说 尼米之号落跑 至于美军的飞弹期租电 米利20号通过台湾海峡 他们大概定期的就会通过台湾海峡 但是就看他通过的时候 有没有遵守无害通过 还有看看解放军 有没有军机军舰在尾水 这个东西不能单方面看 因为美国认为台湾海峡 就是我的势力范围 我爱来就来 可是真的打仗的时候 他会不会来 就是关键所在 至于G7的外长 讲了很多 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然后反对用武力改变现状 那些中国大的立场就是说 因为你们把持在台湾 当作你们势力范围 不肯归凡中国 这是破坏国际秩序 这个是口头上的 一个嘴巴上的一个争论 但是如果嘴巴上争论的话 不必紧张 可是如果进入行动上的话 就很为难 比如说最近大陆上发射的 黄海的重大军事行动 我们台湾好像说 小区域的时间短 没有错 如果正式的比较大规模的 海上的演习 时间不可能这么短 但是问题是他如果是在 黄海上面用潜水艇 发射巨浪3号弹道飞弹的话 洲际弹道飞弹 请问你 他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危险不危险 他不是在对台湾警告 他在对G7警告 尤其警告日本跟什么 跟美国 但是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行动 目前并不清楚 但是这么短的时间 我们不可以当作没事 或者小事情来看待 虽然跟台湾距离比较远 还是很谨慎 可是之前这么紧张 当然大家要谨慎 赖老师怎么看说 现在受对台的军武 美国表现得非常的着急 美国当然很着急 因为我觉得美国一直在复制 在台湾复制 在乌克兰的情况 我最担忧的其实是在这件事 美国在乌克兰成功的复制了 最后成功的挑起了 这个俄罗斯 对 去攻打乌克兰 这是很成功的 因为如果俄罗斯不攻打 那北约就大拉拉的 就进入了乌克兰 乌克兰的永久中立的地位 就改变了 那俄罗斯如果介入的话 美国就可以指控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那这样的话 那他就发动欧洲的国家 去制裁俄罗斯 然后再以为 把俄罗斯赶出Sweet 用金融战 俄罗斯就会崩解 就会衰败 这是美国的一盘棋 结果我们看到乌克兰的悲剧 就这样发生了一年了 一年多了 而且估计今年还打不完 还要打到明年 那两年多以来 乌克兰整个国家陷入战火 目前来讲在台高主 不知道战争结束以后 他们要还多少年 要几代人来还 这样的一个战争 然后还有就是 这些现状被改变了 看起来也回不去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他们也在台湾复制 这样的一套的模式 就是美军一直越来越多人进来 从30个人 然后到现在100人到200人 然后在武器一直卖到台湾来 这次武器卖到台湾 鱼差飞弹400枚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在于 按照美国的情报解露出来 是台湾不会长有制空权 我们都知道没有制空权 就绝对不可能有制海权 没有制海权 陆地的控制权很难维持 所以大陆也好 解放军它可以用 相当大的优势的海空 特别是空军 对于这些鱼差飞弹的 不管你是机动的 车载的 各种形式的 对你把它摧毁以后 确保制空制海权都安全了 那么都保证了 他才有可能进入所谓的登陆作战 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对台湾来讲的话 当然战场在台湾 受灾难的就是我们台湾的民众 这就是美国要的 因为他认为 如果能够让这个战争 打个一年 两年 三年 解放军 那么如果中国大陆 它的发展受到困顿 这个对符合美国人的利益 可是牺牲的就是我们台湾人 不过我对于这位立委 跟对于教育部部长 我有意见 岛油 岛油怎么说 酱油 酱油 可是岛油是地方方言 酱油是国语 是通用语言 那头刀是地方方言 那通用语言就是花生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 怎么会去偷资换这个概念 怎么会土豆在大陆来讲就是普通话 也就是马铃薯的意思 就好像我们台湾讲 讲番茄叫做tamato 其实我们都知道tamato 在台湾来讲 它实际上是日语翻译过来的 是tamato翻译过来的 那也就是说是拼音的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一个教育部长搞不清楚地方方言 跟普通话就跟国语之间的区别 然后这位立委 也搞不清楚地方方言 跟国语是不同的 然后确保这个土豆的这个 也可以称之为马铃薯 大陆用语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你把它混在一起 把闽南语 因为那我们要问 你如果说闽南语 就是台湾的主流语言 就是台湾的国语 这不对的 那不容主人会抗议 少数民族会抗议 我客家人我也会抗议 那很多人会抗议的 所以我觉得要搞清楚 立委也不能随便咨询 要有一点程度 教育部长更重要 教育部长的程度更重要 而今天这个教育部长 连这么一点点的程度都没有 也就是地方方言 跟国语傻傻的分不清 而且还要去纠正教科书 还要说我今天我们绝对 不会让这种教科书出现的 这个教育部部长 加把劲把都读点书 加油 不要对我们有意见 加油 就加把劲 鼓励他鼓励他 总好是怎么看说 这现在当然就是台海的情势 可能越来越走向这个冲突 紧张的氛围 大陆当然现在是不是 也动作蛮多的 可是这个汪文斌 他就提到说台湾要归还 台湾归还中国就是维护国际秩序 你怎么看他这说 第一个在开罗宣言乃至到后来的 这个波斯坦宣言里头 其实他讲得非常清楚 是归还中华民国 那事实上当时来接收 这个在当时受降跟接收台湾 也是中华民国政府 这是非常清楚 那中华民国政府目前仍然 在台湾屹立不摇 所以我想其实汪文斌 应该也要回去看这个历史 不能够忽略掉中华民国 存在的这样子一个事实 那当然我认为其实比较 这个台海的局势 其实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那现在看到这个鱼叉飞弹要来了 那这个新闻其实讲了 其实说是终于买到了 那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台湾呢 我想这个后续的过程 还是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努力要投入了 包括说现在按照现在的规划 大概是在未来三年之内 能够把一半以上的这个飞弹 能够运到台湾 那剩下的那一部分呢 要等在2029年才能到台湾 所以现在光是要把前面这一半 先送到台湾 已经是花了很大的功夫 他要怎么处理呢 包括第一个 他需要跟沙烏地阿拉伯去协商 是不是把原来要送到沙烏地阿拉伯的 要移拨到台湾来 第二个 他需要跟生产商 就是波音公司 乃至于跟这个美国的海军 都去安排协调 把既有的一些设备 投入到这个飞弹的生产商 因为这个飞弹不只是飞弹本身 他还有他整个安装的 这个整个监控的系统 那第三个 其实他也需要在法律程序上去完备 让他能够连续几年去生 这个投入生产 不会因为每一年的这个国防授权而中断 那这个其实在去年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这个怎么解决呢 就是说在去年的这个国防授权法里头 美国国会通过是说 未来这几年可以授权生产 2600颗的鱼叉飞弹 所以大概这几个方面问题都解决了 也只能够保证说在2027年 就是未来这三年之内 能够送到一半 这个当然就凸显了 美国现在在军火制造上 它的这个生产能量是大大的不足 所以才会因为乌克兰战争 而延后了对台这个武器的这个交付 其实刚才讲到了这个尼米兹号 蔡委员讲到了这件事情 事实上尼米兹号本来应该是明年 2025年就是2024年这个财政年度 要结束的要退役的 但是现在已经把它研绎了 研绎到2026年 为什么呢 第一个当然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船舰的制造 没有办法跟上 它还有另外一个更复杂的部分是什么 就是包括你要退役的这件事情 它要让它正式处移 它也有一个程序 这个机械的程序要走 有一个这个它这个军火的程序要走 所以比如像2017年的时候 除役的是另外一个叫做企业号 那那个除役的那个军舰 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它的相关程序 所以未来这个尼米兹号要除役之后 它也有一个蛮长的程序要走 其实这个是美国军火工业 目前让大家一个看到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弱点 也是让台湾我们 在台湾我们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不只是军火 其实台湾需要更充足的一个准备 要能够维持台海的稳定 除了两岸之间的协商 除了中美关系的稳定之外 我们自己对国防的准备 当然是非常必要 而且必须要完全投入的一件大的工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